大家好 今天如是我問 是我不是真的獨自 但你看到只有我 但如果我告訴你不是只有我 又好像一個靈異事件 但真的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 我是不是真的上了線 我經常都很懷疑我自己是否真的在網上 有沒有人見到我呢? 哦!有啊! 好了 為什麼我今天不是一個人呢? 麻煩你 我是是我在 我今天找了一個 我期待已久 但我很不幸地 讓他放過幾次飛機 我放過一次而已 兩次 一次是我約你吃飯 沒關係 是的 我的朋友 簡單地形容一下 我怎樣形容你呢? By the way 是Jolene 各位聽眾 介紹 你認識Jolene?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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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lene是 How would I describe你呢? 就是她是By all accounts 絕對是我們眼中認為 應該會是離地中產的 但是她居然不是離地中產 那我就想明白 到底是基因特變來什麼? 為什麼你不選擇做離地中產呢? 中應為 應該 其實我是大概兩年多前才從外國搬回來的 你從哪裡回來? 我在澳洲 我從澳洲搬回來 其實你說離地中產這件事 離不離地這件事我都是在外國沒有那麼界定 沒有那麼clear cut 沒有所謂離地中產 香港很明顯的 香港很明顯 但是外國沒有 所以我沒有選擇不做離地中產 因為那個都不是我 其實我在香港 其實從小孩一起住的時間 可能都不夠十年 那我有幾個香港人 所以你說我不選擇做離地中產 你這樣說 離地中產是一個香港特色 香港特產來的 我覺得是的 因為其實香港很多東西在我感覺中 很多東西 人們說是很政治化 但其實香港每件事都很關於政治 你覺不覺得兩年前回來已經是這樣 還是現在才是這樣 我覺得是 給我的感覺是 其實很多人本身都有這個傾向 但這兩年來 被政府或689搞得香港那麼撕裂 譬如你今晚聽選舉論壇都聽說 撕裂2.0 撕裂1.0 撕裂1.0的時候 已經是很多人給了 其實很多人是覺得是有問題的 但覺得我管不了 算了 我也是離一下女王到吃飯 喝酒 開心一下 這樣過我的人生 這樣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那也很理解 現在好像我們很激烈 包括我自己也是 一個不好的例子 就是很賞心 對於今次的特首選舉 很賞心 賞心到 吃又吃不到 睡又睡不到 病又進醫院 那不是的 但去年立法會選舉 都是通宵看結果的 是啊 你也記得 我也是 我第一次參加香港 我區議會也有投過票 但沒有那麼緊張 但去年我第一次在香港可以參加這個政治行動 所以我們在澳洲 我們不投票會被人罰錢 哦 是啊 但他們什麼投票都是這樣 是啊 state election district 是local federal 我們是compulsory voting 即我們沒有turn out的問題 哦 即不會有百票 那也有的 你可以投票 我們稱為 donkey vote 好像我的朋友也會投到 donkey vote 有些人會覺得 你公黨和自由黨我都選不過 中間的黨我又覺得沒有誰是特別我想投的 那就會亂投 因為我們的投票機制和你們香港不同 你們香港可能是 叫什麼 單議席 多議席單票 比例代表 但是澳洲的立法會 澳洲的不同就是preferential voting 我們有 你會填1、2、3、4、5、6、7 去你下議院 你上議院的你又會選哪一個party 他會有一個ticket 這樣 這樣 但是 跟香港會不同 沒有那麼多這些 叫你街區票 這個又說可以 你不要投我過 你分駁了票員 譬如我聽別人說 那時候罵朱凱迪 有8萬票 好想拿些出來分 澳洲不會有這個情況 沒有那麼多這些 可以讓你有很多strategies的位置 但我們每個都會有公民責任 就是我們會 18歲開始 每幾年就一定要投一次票 如果不投是怎樣 罰錢 罰55元 那你再不交 就有百多元 再不交 就去法律 但是不是incriminating 你去到法律的時候 我想是一個summary offense 不會是一個indictable offense 可能會再罰你 罰得更厲害 或者會有其他的charges 會不會是第二種公民抗命形式 就是I am not happy with 現在整個政治形態 那也有少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本身 你民主政治的國家 你怎樣都 譬如我們compulsory voting 我又為什麼要 我的表態也可以是Don't you vote 我不一定是完全 不完全參與民主的process 其實很多人眼中未必有種抗爭 那你問我為什麼 我不選擇你們中產 因為我本身的人 都是怪怪的 因為我小時候很大 譬如我們澳洲很多 那個移民家 很多我們差不多的 即差不多的life story的人 可能小時候在香港 我七歲過澳洲 那為什麼我會和其他同類的不同 就是可能我小時候比較反叛 或者我比較關心周圍的事情 當所有很多香港人家庭的子女 可能讀大學 你讀到的 你選擇法律讀 我們澳洲讀法律 譬如你一出來讀 考慮大學 如果你讀法律 不可以單讀法律 除非你讀grad school law 不是你一定要讀combined law 那一定是雙學位 那大部分香港人 就會選擇讀雙科 或者經濟 即是很實用的 對 很實用的 即是賺到錢的 因為你做律師 那你也要經營 你不想意的 可能comments 加law comments are measured in marketing, accounting, finance 是否最喜歡的 金融啊 但我不是的 每計 我當時選擇讀arts law 就是文科 arts law 但我有興趣 我就讀arts law 我以前arts law 是主修feminist studies 女性主義 女權主義 讀哲學 心理學 語言學 甚至religious study 我以前也參加 對這個節目 參加了學生運動 所以你問我 我不是突然變節了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 我認識了你 我覺得是很奇葩的 因為一個年輕女、美女 家庭也很年輕 我不是很年輕 年輕女 美女 家庭背景也好 很多條件 小康子 都不少康子 老實說 但為什麼可以這麼關心 譬如我跟她最多的話題 我們就是在說今次的特首選戰 是的 因為 因為 那個比例很少 可能是摺3% 其實97%都在說特首選戰 一看到新的新聞 我們就互相通知對方 交換這件事 我知道其實今次 如是我聞 應該是講宗教的事情 講佛教的事情 但我是會講 但因為剛剛出現這個特首的最後一場 沒錯 最後一場的辯論 所以我就找到一些東西 我就想tie into 講今天未來會講的 跟宗教有關 跟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想法有關 我等了很久 我經常跟你聊天 問你佛教的事情 你就說聽 如是我問 然後我真的想說粗喉 哈哈哈哈 罵我 我都會聽的 為什麼不回答我 因為要留點氣 是的 今天不知道有多少聽眾 看了今晚的這個特首選舉論壇 今天是最後一場 距離下個禮拜 真的投票剩下一個禮拜 真的入席路 如果希望有任何奇蹟發生 都是現在的 因為如果現在再不發生 那個情勢就 雖然昨晚在禁室 說得很篤定 口吻好像是林鄭就會做的 很多香港人都不想發生這件事 但是我和Jolin居然有一個比較不同的想法 關於我們三個候選人 你說一下我們平時出來的結論 會不會被人打的 是 我覺得怎麼說呢 可能因為你訪問過胡官 我也看過那個訪問 我也覺得他很風趣 也許他回答也很好 我不是說 我完全是 all in 胡官 但我對那些人是怎樣呢 怎樣說呢 因為不喜歡林鄭 而覺得你是非撐真進華 不可以 當你質疑 為什麼我一定要撐真進華的時候 會攻擊你 說你是否這樣支持林鄭 非黑即白那件事 我是很質疑 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看 何況 何況 在我的眼中 我們沒有票 我沒有票 但我感覺很好 你可以上pop vote 你可以全民投票 這件事好像我們有份參與 我覺得同仇敵氣是可以有凝聚力的 但我不是同仇敵氣到可以拿一張票出來 我們好像在立法會選舉 起碼有35席 或有5席 在市立區議會 我可以用票隊來 但我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為什麼你要逼我 跟你們 一樣情緒化地產 為什麼反而不可以 我可以 退一步 去冷靜一點 分析我怎樣看 我的起戶 其實我又不需要用 我又沒有票 我不是那1194個人 我又不需要用選票表態 為什麼你一定要逼我去表態 那你跟佔中 當時中央說 那四大家族不表態有什麼分別 逼人家表態 不是有表道 叫死亡富豪出來 就說話 對 那好像人家這些黨報 講到出口 罵人家不表態有什麼分別 那我現在不是說薯片有問題 不是 我有表態 我知道 我表達我表現不被插 就是 我自己都覺得我 我支持你 因為我覺得你有權去表達 你質疑為什麼 一定要All in 薯片這件事 那為什麼有問題 其實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到今天我還是說同一句話 就是你在一個叫做選舉裡面 為什麼不是任何人 雖然我們沒有票 但是我們可以選自己想支持的人 為什麼就是由於一些 其實是沒有經過實證的 沒有經過測試 而得出結論 這是對的 你不支持某個人 你就是鬼 你不支持薯片 你就是支持林鄭 為什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我要落到文革式的思維模式 如果你說 六八九很壞 六八九終於不競逐連任 他終於不做了 太好了 但是我們要搞清楚 其實我們是不是 將他留下的蘇州市 都一拼趕走 還是他的人其實走了 但他的意識形態 已經好像一種空氣散播的病毒 已經散開了 今天其實 佛教主題 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是精念 因為我之前和Jolin 之前有半個小時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說一件事 你不論希特拉也好 史太林也好 或者是列寧 或者是毛澤東 You name it 歷史上出現過最恐怖的魔頭 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一些事恐怖 那麼簡單 是因為他們想到這件事 In the first place 再付諸實行 這件事更恐怖 為什麼這個念頭產生之後 他沒有被阻止 第一 他說 大哥 他想什麼我怎麼知道 但是他付諸實行的過程 你不會不知道 譬如 希特拉 他覺得 他們 德國人 是超級的 覺得猶太人是低賤 猶太人是污衛的 我要建立第三帝國 我要清除滅絕 所有猶太人 低等民族 這件事 他想了之後 他不是今天想 今天立刻做到 他是有個過程 過程裡面 所有贊成他 附和他 協助他的人 都是幫兇 對嗎 你不用手起刀落 實際上 去處決猶太人 你不用擔心 拔住他 把他推進去毒氣室 但是你只需要 不辯駁 不跟他爭論 你不反對他 你就已經是幫兇 今時今日 在香港的情況 我看到的就是 即使六八九 我們慶高采烈 很開心 想他離開 但他留下的那種病毒 其實已經老早散播了 而這個過程裡面 這五年裡面 有多少人 去擋他的事 即是我們有病毒 我們有Anti Virus 有一個聽眾 Jimmy Wong說 老毛和害到今時今日 都是陰魂不散 是 我們有三十年前的文革 有這幾年的梁振英 那我們是不是兩次 一個在鄰近地區 一個是在香港 我們都學不懂 其實這種敵我思維 這種非黑即白 是很危險的 是的 為什麼這次選舉 我們又掉進去這件事裡 但當這件事 就是人性裡面最 就是說 我說清楚 就是 It's the easy way out 因為你不用思考 是 你不用思考 如果你情緒上 我喜歡 還是不喜歡 很簡單 我不喜歡林鄭 我不喜歡林鄭 所以我當然要撐薯片 因為薯片 現在還有機會 去阻止林鄭 這件事 又去添加 今天講佛教的主題 就是 這本書 我非常推薦 任何人聽眾 買這本書 這本書 你們看見 已經黃了 這本書 很老的 很舊的 這本書 我非常推薦 因為它是說 你看一個標題 You're loving what is 你以為 愛情小說 或者self-help self-help 是真的 但是 重點是什麼 是四個問題 可以改變你的生活 那四個問題 我現在不會在這裡讀出來 我這本書 只是出師班 那些潮濕班 就是 我們去理解 我們其實 在腦裡 我們現在想的東西 那個framework 背後 underlying 一層層 其實是有什麼概念 這件事 只有你自己 可以拆解到 並不是別人可以幫你拆到 那 我為什麼 要說這件事呢 我今天跟一個 左膠朋友 左翼左膠朋友 說 就是說 我很生氣 我很生氣的是 為什麼香港 變成今時今日那種 敵我矛盾 而 我 今時今日 我還可以說真話 因為 我沒有 壓力 我的壓力 為什麼我沒有壓力 你就不要喜歡我 你就unlike 我的page 但如果我會因為你的unlike 我就會放棄說真話 你要小心我這個人 我絕對 不是一個你值得 聽 不要浪費一分鐘 你的生活 在聽我 而且 你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說unlike 或者 支持你 或者說真話 或者不支持你 或者那些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 因為那時候 雨傘運動的時候 我還沒搬回來 那時候 都有人會說 過一段時間 香港很撕裂 很多人會為了這件事 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我不同意你 我unfriendly 朋友都沒得做 家人會什麼 所以我們要修補這種撕裂 我覺得香港現在是很 好像議員對立了 其實我們某程度上 希望社會可以和諧一點 但我覺得 有一件事 香港人要開始接受的 就是 如果你想趨向一個 真正言論自由 和可以趨向民主的社會 這些有控制地的撕裂 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例如說 立法會選舉 有些人是真心去投擎一些建制派 你不理會他 有些是蛇差病種也好 有些人是真心的 你也要尊重他 所以我覺得那些人很愚昧 我也要尊重他 你說unlike不unlike 其實是那件事 令你看清楚 大家的觀點不同 只不過是動作讓你看到 可能外國都搬去桌面 各個一種已經表明自己是 可能你美國是共和黨 還是你是民主黨 已經很清楚了 例如你在加州的 你多數是民主黨 如果你在南部的 你多數是共和黨 不會存在那種很 原來是這樣的 大家本身已經有自己的政治取態 你就不覺得有那種私利 我覺得香港人有一種 他們接受不到 到你走過一步的時候 原來我們講到這些 會有分歧 很不和諧 因為從來都沒有 是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因為以前英國佬做得太好 你說真的與民休息 真的無謂而至 就是英國佬 因為他們知道你們喜歡賺錢 因為你們沒有安全感 因為你們知道主權要移交 所以我會讓你加入 所謂的商業活動 你用心找找找 你喜歡移民 你移民 你不移民 你留下 沒有問題 就讓你搞 所以那時候 社會相對和諧 關心社會的人 要做這麼多的抗爭活動 就少了 因為你沒有這麼大的需求 永遠是一個很合理的 需求和供應 現在的需求和供應是合比例的 因為社會搞成這樣 你覺得政府失德 做不到他要做的事 你看著他變 但是 譬如你見城市論壇 我們不要算收了錢 舉牌 廣東話還沒說得正 在香港住了50年 你找人信 不說那些 的確有人真的撐堅制 你說他是不是平衡時空 可能是的 為什麼 我都說老老實實 如果我是離地中產 即是你哥哥 搞笑 我的朋友都是這樣 我的客人都是這樣 就是說他天天睡醒 他就在南灣 OK 司機車他出IFC 吃個午餐 逛街 吃個哈佛 買東西 然後可能去做健身 然後洗完澡 可能 他吃個飯 不是 可能回家吃個飯 我們晚上不吃飯 不知道訂了哪裏吃飯 沒有吃卡佛 是的 又不吃澱粉質 又不吃衣服 又不吃露 又要吃清潔 吃完之後 9點多 很晚睡 就回家 如果你是這樣的生活 你當然不喜歡那些人在搞事 對嗎 因為 因為生日是好 對嗎 但是 你就看遠一點 生日是好 給多少人 社會會不會顛覆 政權會不會受到威脅 不是在於多少人安逸 林鄭 OK 不要跟我說 你兒子送一封信給你 說他不會貪圖安逸 就不會走 天水圍也不去 太遠了 太遠了 累了 是啊 是吧 這個 我不記得是利東邨 還是 對不起 我真的不記得 找人提我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就是我支持的 我再重申 為什麼我支持 胡國慶雖然他是最冷門 因為第一 如果我一開始很支持他 因為我做了一個訪問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我支持他 它可能是這個 但它可能是這個 可以比這個 好了我支持了 如果對那句 現在突然之間 嘩 沒有機會當選 現在支持他那群泛民的選委 民主三百家 當日有份推他進去 現在說all in 三月初就已經說all in 阿姆 可否加一句 我想跟那些 說你不支持 曾俊華 不是狂支持他 你就是鬼那些人說 我現在沒有支持他 如果是下個禮拜日 下個禮拜日 下個禮拜日 他當選了 我更加恭喜你們 你們不需要我 他支持他 他都當選了他多厲害 是不是 不是 我沒有力 就是廢 我都沒有票 第一 我沒有票 所以 我想把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給大家聽 like it or not 你的民意 都明顯 就算你現在有批評 我剛才在家裡看辯論 都是說截至不知下午幾點 只有五萬多人批評 香港政府已經覺得很有武力感 為何那些基建 不斷超之延遲 再超之再延遲 為何你會在觀塘 說要建一個音樂噴泉 為何你會建一些有雅遮頭 不能避雨停 當然 避雨停 幾十萬的避雨停 而不是解決當務至急最關鍵的問題 所以我支持胡官 因為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制度好人不好 我可以換人 美國是這樣 政黨更替 很煩 我不喜歡這個人 他做得不好 下一次不要選他 但是如果制度不好 那個人很好 你想留都留不住這個人 再說如果制度不好 人又不好 你住在北韓一樣 只不過香港可能有多東西買 沒那麼窮 但是it would be the same thing 最重要的是制度 而制度 在831框架之下 是不會改變 但是沒有人跟你們說那句 我現在說出來 就是831什麼不可撼動 他一定說不可撼動 但in reality sense 在現實上 是不是不可撼動 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因為立法會 那時候等了法叔 而令到整件事過不了 是沒有三分之二 他沒有立法 其實831決定本身 本身那個 因為那些人我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張德光 他今天成大陸讀經濟 他不是讀法律出身 所以831決定 那樣東西 你看看細節 其實他的可操作性 都成疑 你三部副片 五部副片 由你諮詢去 遞給北京 之後再下來 之後又要被立法會 三分之一通過 那有什麼理由 給一個小一點的機構 去否定一個大一點的機構 下來的指令 那樣已經很奇怪了 如果你說回那個 那個司法 那個權力的高低 還有我們就 我跟早年醫生 都在說一件事 就是說 當日雨傘運動 這麼多人上街 是 因為什麼 因為831決定 是的 因為你受不了 這個荒謬的 新的被潛建下來的遊戲規則 是的 已經小圈子了 大哥 是不是呀 為什麼你還可以加一個這樣的 你因為831而上街 為什麼今時今日 你會支持一個 是願意在831框架之下 重提政 才重提政的人 你要記住 他最初 曾俊華出來的時候 他是說他不會 退化 他會依照831 然後由於選票壓力 所以他就說 他會出白紙諮詢 白紙不是男子 你不要這樣就滿足了 是的 如果他說他完全會 重新 propose過 這個when which 就是我支持護官的原因 就是說 根據香港實質情況 香港實質的情況 到時是2019年 不是2014年 過了5年的實質情況有變 那5年你不吃飯 你變了骨 你頭了幾次胎 分分鐘 所以你不要認為 831是不可撼動 因為831 香港沒有過三分之二 並不是香港法例 所以絕對香港還有 所以你必須要選擇一個候選人 是他承諾他一定會重啟政改 還有這樣說 有很多人的看法就是 你就算不喜歡831 你質疑831的可操作性 或者它的legality 即是法律上是否合理性 但問題就是 到了2019年 不可以2019 就算今年年尾 張德江七上八落 他都要退休了 到時人大委員長不是他 如果人大 掌管廣告事務那個又不是他 是的 不是他 到時那個 中文叫什麼 standing committee 那個委員 是的 那個委員 那個成份 已經會變成 當然 你會說 之前2014年的決定 是binding 它是有約束力的 就好像香港最高法院 也推翻以前最高法院的決定 沒錯 為什麼2017年尾 就算我今年年尾 重啟政改 我走回去 當有人這麼有吉利 走上去 我要推倒重來 行不行 他如果有開明到說可以的話 他可以推倒2014年的 85的決定 因為人大 是可以修改人大 所定的決定 全世界最高的司法機構 都有權去修改自己 是除了憲法 是不行的 但是憲法也有改過 是的 但憲法就不同 我們現在是說 我們是基本法 是釋法 我們不是修改基本法 是他們修改了我們的基本法 所以他們也有權修復我們的基本法 還有你看看過去這段時間 香港人最被 我們覺得最滋擾 最威脅到我們 最上心 最能夠倒獄的是什麼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銅鑼灣事件 跨境執法 人大釋法 隨時DQ 如果他可以DQ議員 他可不可以DQ法官 他可不可以DQ行政長官 實際上是可以的 這個時候 為什麼沒有人走出來 其實我只是說回剛才那句話 831不是不可撼弄的 如果現在都不敢說 我怎麼能夠指望你接下來 會做這件事 剛剛 Wayne Leung和Jean Lam 就說我聽錯 開明 Wayne Leung說 集中有沒有這麼開明 我不是說集中會開明 我是說如果 如果 是可以推翻的 他會推翻 但到時就是看你會不會 但如果你問都不問 你就機會都沒有 他不會自己示範行走 來跟你說 哎呀不如我和你改了他 831 真是不操作得價大家 等我新一屆 我們抹張得剛彭 我要改 不會這樣的 其實我之前拍過一條片 是自己說的 好的 好的 好 我就說 根據你們現在的不同的論調 去回應 好了 第一 胡國興會不會是西環那隻鬼 不會 因為很簡單 很容易想到的 就是 大哥 見貨不買才要下架 對嗎 見貨可以賣的 我不用下架 我下了那隻689 我沒有理由多放一隻689 上去的 如果 中央可以叫停689 把他下架 那就不是 district manager country manager 即是西環體系 可以有final say 因為final say 實際上是Walmart 老闆 Walmart老闆就說 不行 這件貨不能賣 我不管你 這個country manager 收了多少好處 你多喜歡他也好 我要他下架 好了 現在country manager 但架已經空了 我們不可以沒有貨買 我們要把東西放上去 那就把林鄭放上去 689 2.0 但如果 689 1.0和689 2.0 689 1.0有正職 是嗎 他有成績做出來的 那我為什麼要換 其實我不用換 如果 不是不好買 就不用下 對不對 所以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是不會 就是 拔了一塊東西 又把東西放上去 手癢嗎 抹塵嗎 第一 OK 第二件事就是 我之前也說過 What if OK 你們是喜歡覺得 所有東西是behind 都有一隻黑手 可以 沒有問題 我給你一個套路 很簡單 就是 曾俊華 和胡國興 兩個 都是中共的人 包括林鄭 都是 你可以這樣想 你儘管這樣想 都沒有問題 幾個版本出來 你自己分析 OK 林鄭 就是被下架的 一個空位 一個架 一個空位 country manager 跟他的朋友 即那個代理很熟 就要放回 另一個product 上去 就放在692.0 中央會不會 額頭 照計不會 除非 他們達到某一種的共識 這樣就麻煩了 OK 但是 unlikely 因為 我之前 影片也有說過 就是 如果真是想著 延續西環的管治的話 半年 八個月前 不會出現成報 他不會這麼夠僵 這麼瘋 天天地出 他的文章 不是在香港寫的 他的文章 是收到之後 就印的 是上面下來的 如果背後不是強力 真正強力的部門 這個人應該被人碎了 不止林洪友 是沒有了 被失蹤 被失蹤 沒錯 你出一天 你不會有第二天的報紙出 罵到這樣 你的蘋果 都收了律師訊 收了幾天 為什麼成報一直都沒事 think about it 八九個月前 然後是習核心的確立 習核心突然之間 所有政治局常委 如同虛切 我說了算 我是皇帝 以後我是核心 胡錦濤不是核心 溫家寶不是核心 鄧小平是核心 我也是核心 毛澤東是核心 然後就是我 我也是核心 沒有 再來了 就是超堅華被拘捕 超堅華是江派 管著萬億的白手套 幫他們把他們的錢 在不同的地方投資 香港的樓價谷度這麼高 熱錢他可以炒 貴的 譬如商場 或者一些豪宅單位 但是 便宜的價 應該還可以 OK 因為你樓價 其實你是要分不同的等級 我不是說 將人分等級 那種等級 我意思是 譬如有豪宅 然後有私房 私房之後有居屋 居屋之後有公屋 然後不要有劏房 不要 拜託 真的很醜 你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大城市 為什麼會有劏房 那些人要屈於棺材板的地方 那些人分屈於 香港人應該有尊嚴 不應該是這樣 而你以為 住劏房的人 是因為他懶惰 不勤力 不做事 不是的 做劏房的人做事 做得很慘 是的 他只不過是 less fortunate 沒有那麼好運 他不是含著金銀鎖匙出生 他可能體力勞動 他很辛苦 但是香港的政策的偏差 房屋政策的不足 長遠規劃的缺失 缺乏 所以令到有一堆劏房會出現 這個是要正視的 大哥 不可能是這樣 但是說回 劉宇為什麼要分四個 因為他們背後的人 居住的人是不同的 他們財富不同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稅收 應該是要不同的 我們說物業的稅項 還有 胡官有一些東西 我很喜歡的 我覺得寫得很實際 就是說 物業閒置稅 你是香港人 你買一層樓 我去很多地方都有 是的 你在香港沒有 現在沒有 你在香港住 你買一層樓 OK 我們一家三口住在裡面 沒有問題的 OK 但是如果你炒樓 你放了一堆房子 在那裡 團職居期 那為什麼沒有成本 你賺的時候 你給我一點點利得稅 印花稅 No 閒置稅 租管產生不到 閒置稅 你一天放在那裡 你要團職 你要浪高個價 你就要有代價 這件事 makes sense 另外 我們政府 密地密地密地 我們會努力密地 我們會努力尋求土地 香港土地很少 不少 其實很多 是的 再次 胡官說得很清楚 其實香港有1194公頃 這個不是亂說的 是有實際數字 即接近1200公頃的棕地 而當中只需要四分之一 即300公頃 就可以解決了現在所有公屋的輪候人數 已經計算了 一間屋五、六百呎 住三個人 只需要四分之一的棕地 政府有權收回 如果破壞了 可以收回 如果現在是閒置 可以收回 他勇敢地跟他談賠償 你要多少錢 我賠給你 政府出錢 政府現在水浸了 大佬 坐擁成萬億儲備 是不是 你是不是解決 土地供應不足問題 我告訴你 胡官1很清楚說 香港的撕裂是因為兩個原因 831框架 不要跟我爭 你們當天上街找什麼 當天佔領運動 79天我煮了五十幾 六十日飯 每天下去給佔領的學生 和在裡面佔領的人士 我很清楚發生什麼事 我更加清楚泛民的取態 第二件事 除了831令香港撕裂 就是土地供應不足 簡單來說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 一個直接是政治的問題 另一個是經濟上的問題 但是歸根究底 都是有政治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制度出了問題 因為制度無法反映社會各界的人需要 變成香港的人 香港和外國很不同 就是香港是一個很 資本主義走到很極致的地方 你可以賺很多錢 可以好好有錢 但是你窮得很慘 政府不要每次在你應該做事的時候 就說自由市場 但是香港的市場是不自由的 其實是不自由的 你壟斷了一些大商家 大媽沙大地產商手上 何內之有 我很多外國的朋友來到香港 他們都說以後不肯來探望我 但是他們說來過 他們覺得 為什麼去到哪個區 進去都是購物中心 但是為什麼那些店舖全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觀察到這件事 但是人家那些旅客未必會去舊區 只是說旺區的地方 為什麼全部都是簽篇一律 為什麼這裡有一間這樣 過多兩個blog也有一間這樣 這個問題 我覺得外國會比較少 還有現在泛民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我很生氣的一件事 余若薇寫了一篇文件 較早前 就是說如果你們覺得 我為了要對抗林鄭 我就要棄湖保增 那你們和中聯辦 為了保林鄭而棄業樓 有什麼分別 你如果是這麼鄙視西環的 你就要跟他不同 你鄙視他 但你跟他做的一樣 你不知道鄙視你自己 但是有些人就會跟你說 你要接受政治現實 政治就是這樣 政治就是髒的 政治不是這樣 我同意你 我是一個網路的 我討厭政治的 我想不用理 我想正正常常 但我告訴你 香港現在是不正常 香港現在是不正常 不正常 兩件事 八三一框架 和房屋供應 這兩件事 一搞定 香港馬上回合和諧 對不起 其實我不應該在原事上說粗口 但不論是口號 大哥 你們當初說明 我要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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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獅子山又掛 飛鵝山又掛 周圍都掛 為什麼今時今日 你肯支持一個 願意待著先的特首候選人 還有經常說一句 莫忘初衷 那句說話 其實是佔領運動之後 很多人說莫忘初衷 其實我有時會是 我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我會質疑 一些民主派的人 去說別人 你不支持薯片 你就是鬼 那我就會質疑 他們當時其實都支持佔領運動 是不是有些 如果現在你是這麼支持 一個對八三一框架 是不會作出一些什麼 推翻 甚至不會太質疑的 一個候選人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你行動上 有多忙忙初衷 我插一句 我插一句 資訊 白紙 is good enough 你真的這樣想 我告訴你 林鄭退寶 全民退寶 她也有資訊 但她後來回答 有沒有落實到 你回答我 有沒有落實到 沒有 資訊 doesn't mean shit 我要的是真的 result 真的效果 今時今日 正是問橫舟 你兩個都啞 對 你兩個都知不易對 兩個都 dead air 然後就 不關我的事 這個是她管的 另一個就說 我不要去開會 然後又想射給梁振英 又不敢射給梁振英 你為什麼不敢射給梁振英 你揭穿她 你今時今日要競選 你要選票的時候 你都不敢做 我怎麼敢指望 你上台之後 你會做 還有為什麼 剛才我說 我們有些人需要 退一步去看一看 那件事 就是說 撕裂那件事 你剛才說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個圖像 頭腦好像 有一張紙 被人硬黏了一半 但是 那些人很喜歡 現在的詩詩的形容 就是那一種 好像 一刀就兩斷 我們要修補 貼上去 但是其實 整個 因為我可能 97年回歸 有時候 我都不在香港住 我直至兩年前才搬回來住 但起碼據我所知 在我大學的時候 的記憶就是 例如說 你看回那種腐化程度 以前梁錦松偷步買車 要辭職 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 李明錦被自己的工作人員抄襲 對 還有 陳方生受不了 他就會辭職 他不做 他卷到從來 去立法會選舉 受選票洗禮 被人說他分言民主 到了今時今日 陳茂波被人揭職 他用劏房來賺錢 或者你是 不黑劍 或者對學生 說這麼大言不慘的事情 這麼多學生自殺 或者是梁振英 UGL UGL 有問題 sorry 五千萬 警察七警打人 朱經緯 不受到起訴 這些事情是 日積越累 是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 但為什麼人們好像覺得 好像是突然間被人撕裂了 其實撕裂的事情是 20 years in the making 你們真的認為 一個人可以推翻20年來 發生過不好的事嗎 制度本身有流動 所以才越來越容易腐化 人有問題 制度也有流動 制度有問題 所以我由後到尾 我一開始 你聽著 節目一開始我說什麼 我是說制度不好 人好都沒有用 你現在要到最底下 就是制度要改變 制度要怎樣改變 就是要推翻831 或者不依照831 如果你說推翻831 上面可能不行 他不開心 因為覺得沒有面子 但如果你說 其實實際情況 經過了五年 不同了 所以我們要重新提醒 這個版本 你們繼續開會繼續談 繼續抗皮圖章 繼續怎樣都可以 不緊要 還有我再說一句 就是說 剛才一開始我告訴你 不論希特拉也好 史太林也好 秦始皇 所有的暴君 他做的事固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 他當初想到這件事 而他一路製作過程 令這件事變成事實的過程 所有人 大部份的人 是不阻止他 梁振英想獨行獨斷 他想黑箱作業 林鄭為何沒有阻止他 你有阻止的 不會這樣 曾俊華 都是 兩個司長 他們有血 香港人的先月 滿佈他們雙手 因為制度腐化至今 你不要走出來抽水 你不要覺得 我現在跳出來做一個大好人 我告訴你 探長和我幾年前的節目 已經講過 一定會有一個中央派出來的 紅色大好人 你要講一謀論 我告訴你 就是三個都是中央派來的 三個都是 不要說中央 是中共 不同支線的三個人 林鄭、西環路線、江派 因為 剛才說了 老闆看業績 不行 下架 然後 Country Manager 說 沒有東西在上面 我先放一塊 所以6891.0 變成6892.0 6892.0 不應該會當選 原因很簡單 如果689是可以的 1.0根本不用下架 貨好賣 我為什麼要下架 他有業績 第二件事就是 其餘兩個 都是中央派來的 好了 這個時候大家就很招頭 為什麼會有兩個中央派來呢 兩個代表不同的利益 我聽了一個版本 有聽眾跟我說 哎呀你不要說 你會錯的 他說 因為其實 曾俊華是習近平 和劉雲山叫劉鶴 去叫曾俊華出來選 所以當日你看到眾裡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都要跟他握個手 握個牌 因為劉鶴和他一起是同學 是的 其實是支持曾俊華的 所以過去九年 尤其那五年 放了他下來 管著錢 中央不信任他 又怎麼會放他下來 做掌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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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你亂用 其實跟你守住 香港人要感謝他 是的 因為你留了錢 你剩下的錢 死坑死底 包括剪醫療也好 你才有錢 給我做基建 我才可以一帶一路 全世界的高鐵 都是中國給錢的 唯獨香港是自己給錢 香港有錢 為什麼你不給錢 你要為國捐 捐...不是區 捐錢 捐錢 輸送 效忠 就好像林鎮叫你捐一億 是的 捐不就落紅貓也捐一億 有事就是一家人 沒有事就是 你的錢是我的錢 所以就說 中央不信任曾俊華 他不會讓他做掌櫃 管著錢 因為需要他儘量省錢 可以做基建 這是第一個版本 如果曾俊華得到中央的支持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泛民支持他呢 哎呀 原來 弄了一個稻草人出來 那個稻草人就是林鄭 讓你所有的茅頭 一次過把他放在林鄭裡 不斷攻不斷攻 這個時候 將曾俊華演化成一個受害者 他在這屆政府裏面 他是受壓迫 他是被架空 他被架空 他沒有參與 很被動 他很慘 這個時候他只要說幾句人話出來 就能夠獲得六七成的民意 是啊 你們全部的泛民一獲歸邊 跟著他當選 23條 趙金把衣服的框架 你們不要說 你們選擇 你們民意授權他 你們這一班民主三百家公民黨 民主黨 什麼堅實可信民主黨 關鍵時候買香港 入西環 討論 支持領展上市 就是你們支持的人 所以當時 記住 將來發生什麼事 你不要完 你選擇 你選擇 你不要哭 所以這個是這個版本 他告訴你 他要摸了一條新的 哈哈哈 Well new flavor 新口味 新口味 一個就是 這個掌鬼論 第二件事 就是 胡官代表的是 習近平的黑馬 給的是什麼呢 就是 習近平要重奪回香港 搞定了 出了個成報 出了個集合心 拉了趙建華 擺明動你 拉趙建華 你們不要以為是小事 趙建華拉了 攻出來後面那些 恐怖 曾慶紅 江澤民 張德江 最大的 全部都在後面 人家超建華 是他們的 Family Office Office Manager 對 然後還有 我之前這段影片有說 但沒什麼人看 當然 我這些人微言輕 不要這麼說 對 就是 為什麼林鄭說要入選票 當初說到會有八九八的提名票 一獲修理皮 如果提名票都八九八 你打個八折 他都過了六八零一 你便沒有原念 對不對 開口牌的了 已經說到一定會有八九八票 但是 為什麼 最終只有五七九 或者五百零 沒有多張 不要太差 但是 關鍵都不是這件事 關鍵大家沒有留意 是延遲了兩次才入選票 那班選委提名票 延遲了兩次 延遲到什麼位置 延遲到宋林案開審 我們講過 宋林被人拘捕了兩年多 一直不開審 一直還在搞國力 搞搞搞搞 咦?到接著 PK了 混蛋了 開審了 沒有原念了 第二天才退票 看定點先 你們這班親中選委 再留意多一點 工聯會 還有這個 工聯會 還有 說不出來那個叫做什麼 民建聯 兩大中央票賽 是沒有動手 為什麼? 買定離手 看清楚 我應該是買哪一邊 那你反正都夠票 我不用表態 還好 還有 中央路線 這次會真的跑出 西環會繼續管治香港 這件事 真的要先看定點 其實說你還沒到326號 你和我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最棒的就是 那些人說到一定會是誰當選 一定會是林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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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是怎樣 喂 誰知道 你和我都是說的 對 但是我的問題是 怎麼不可以說 說也要被人網上批鬥 如果你是要覺得 中央政府 大陸政府是背後這件事 我告訴你 是對的 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make sense 符合他們的作風 因為他們micromanage 所以三個 三個都可能 背後是中央 但是為什麼 如果三個 都是大陸政府的人 都是要選胡官 我告訴你 因為 如果胡官 真的跑出 它代表一件事 就是真正的 習核心 是願意 給香港 多一點的自主性 但是你看這個 這部影片 在論壇表榜不止一次 她是唯一一個候選人 是得到建制和非建制的提名 而胡官是180票 全部都是民主派給她 那你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在這個客馬論裡面 這件事 我覺得是過分解讀的 說真的 你這個提名票 說什麼都可以 我現在提名一個人 和我實質上 投入另一個人 是兩回事 看回美國大選 一直都在說 希拉莉一定會當選 因為 川普又有醜聞 他的醜聞很醜 搞人家老婆 很噁心 說到說我的女兒是一個很… 很棒 很棒的 如果我的女兒不是我的女兒 我已經搞了她 搞了她 這件事真的很煩惱 但是這樣 你不要管 進去票商 無人 四下無人之下 投下去 就是川普 出來了就是川普 那怎麼辦 不要認為不會爆冷 憑良心投票 如果你願意屈服 覺得八三一都肯代表 你當日上街 是白癡 你上街的所有努力 是付諸流水 不要跟我說你無望初衷 如果你今天也不硬 我不會相信你 他日會為我們香港人做到什麼 香港人很喜歡 有口號 好聽 I need more than that I'm sorry 但我要求更高 我說了很多年 但是沒有寸進 其實我有一個疑問 我想問 我自己覺得 根據我對基本法的認識 在附件裡面說 如果立法會 是要更改立法會的選舉方法 其實是不需要中央 在三部局裡面 是不需要中央批准的 只是跟他備案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覺得 我明白香港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制度 但其實立法會 如果可以做到一個監察的角色 這件事很少人說 我發覺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特首特首 因為我們不相信 是 但是我覺得 其實為什麼沒有人會去說 應該是要 立法會 起碼廢了功能組別 可以全部去普選 這樣就可以監察到政府 這個要讓蕭公子回答 因為蕭公子解釋 功能組別 大家是很痛恨他 但是他 如果你是懂得玩這個遊戲 正如我繞一個圈 現在我繞遠一點去說 為什麼三個裡面 真正的lesser evil 是胡官 因為如果胡官可以當選到 代表背後是無形之手 我不會跟你爭辯的 我 agree 而這個無形之手 只會是 習核心一個人 是 習核心只要推 工聯會 和民建聯 和一堆商家 暗鏈 不表態那些 推他們去投給胡官 胡官已經夠贏了 六百零一 低票當選不要緊 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最恐怖的是什麼 三個人 林鄭當選 西環路線延續很嚴重 如果薯片當選 就是架空你們所有的建制派 不是 對不起 架空你們的反對派 架空反對派 到時候 你們是笑著 大淚這樣去通過 他要過的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理由去反對派 但是如果胡官當選 代表的就是 中央願意給香港有改變 因為如果他不守恨這件事 他根本不可能贏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明白 你回覆那個psychology 也就是說 不要很單純地 只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 覺得我們要誰 你要誰 你要誰 你喊到天荒夜老 你喊到海夫石蘭 天地合 乃錦與君絕 東雷震震下雨雪都沒用 我告訴你 共產黨不會聽你說的 你79天喊到現在 梁振英下台 他現在不是下台 他現在只不過是 不經營 他跑去做政協 副主席 副主席 是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的民意 mean shit OK 曾蔭權當年 未上任是七成五的民意 上任一年之後剩下多少 兩年之後多少 現在他在哪裡 OK 你告訴我民意有沒有用 共產黨從來不理會民意 六四是怎麼一回事 不夠民意嗎 不夠國際傳媒聚焦下去嗎 他為了鞏固的政權 they don't care 但是為什麼要支持胡官 我告訴你 情勢有變 美國上了一個瘋的總統 瘋的 而他自己的乾弟弟 北韓那個死肥仔 也是瘋的 接著呢 美國在夾著他去動北韓 OK 因為 大哥 北韓怎麼有水 中國給他 現在在南韓 對呀 只殺了防禦系統 台灣也說要安裝 撐你呀 我給你日本和韓國 台灣安裝了 那我就死定了 掃了 你不是自己有 你是俄羅斯自己有 掃了 見到 那又怎樣做 Friend 正如我對著兒子拿跑 我不在意 你試一下 一個色鬼 嘗試看我一眼 我已經想鬆他爭 對不對 分辨就是這樣 就是 他要選自己有 OK 那中國現在沒有自己有 因為他 不賣東西給北韓 不會 主要是 北韓就沒有水 那其實最能夠掌擠到北韓的 是真的中國 但是中國現在就受壓於美國 就說 喂大哥 你不動他 我全都裝了 我和你打某一戰 中國出口就已經 不好意思 真的不太好 OK 是 中國進入美國的東西 包括大豆 還有各類的科技產品 人人一部iPhone 你看一下iPhone一出 樓下 這個犧牲就變成華強北路 可否其實現在中國做manufacturing 貴了這麼多 很多東西 其實我已經可以回到美國做 很多東西 就算你制衣 他減稅 你也可以去印尼做 你也可以去孟加拉做 你也可以去柬埔寨做 你又沒有世界工廠這麼大的優勢 所以現在習近平被夾在中間 就是他一定要做些事情 但是他又不想失去他北韓一個盟友 叫做這麼多年的結拜兄弟 但是他沒有辦法不改變 他的頭已經帶到一個球 然後還有 就是面對著台灣 藍天變了綠地 民進黨takeover 就是整個台灣 你看上次九合比選舉 全盤 除了一個地方 全部變成綠的 裝上沙德系統 他的頭也不行 還有現在四個獨 藏獨、疆獨、港獨、台獨 搞不定的 習近平、習核心 要做些事情 他怎樣做些事情 就是先穩住你香港 因為說真的 如果我在炒東西 我旁邊有煲水滾 我也先關掉煲水 大哥 你明不明白 我不想太多事情 同時發生 你不是在香港 我讓你找一個人 唉 又不用特別多人喜歡 又不用特別多人討厭 總之是中間的 OK 你做五年 我當作關火而已 我不用全面的地方 那裡又著火 那裡又出煙 那裡又焦了 那裡的油就在彈 那裡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 所以 我都說 如果胡官當選 胡官是習近平最好的下台街 他沒有理由走出來 就說 我當初八三一是我玩大了 我不應該搞這麼大 我現在知道不對了 我走出來鞠躬道歉 傻了 共產黨怎麼會鞠躬道歉的 他就找一個人裝模作樣 提請中央 他就說過頭就搞定了 其實假如我和你拍拖 Jolin 我是兒子 我和你拍拖 喊了膠 但是我拉不下臉 死要面 死要面 我沒有辦法打電話 我抱歉 我抱歉 那我就找你的朋友 跟你說 我這幾天吃不到飯 又睡不到 很不開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 你找一個中間人出來 去權衡各方面的利益 老實說 再講第二個版本 不是剛才那兩個 就是三個人 都是共產黨的人 第二個版本就是 薯片 多謝黎智英的信 上星期日的信 是 你真的覺得 不同的不是死亡之吻嗎 你所有的反對派 一起擁護一個共主出來 再加上黎智英 大家都認為她是背後有CIA 不是屈她的 被人拍到的 的人 突然之間 所有的輿論 製造到 只有曾俊華能夠救香港 你什麼時候見過泛民這麼團結 我想問你 什麼時候 告訴我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開副以來 沒試過 我告訴你 六四 都沒有這麼統一 現在突然之間 主流媒體 那也是 上些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雷動計劃已經是 雷了很多 不是傳統民主派的人 但現在突然間 三百家 竟然被人說 我們要有人帶領群幫投票 造成能力很強 很強 主流傳媒也是這樣的意見 網媒也是這樣的意見 全部同質化 全部一把聲音一言堂 所有都是支持同一個候選人 你們不覺得有問題嗎 你們有沒有想過後面有什麼人 有什麼金主 我不是說 曾俊華不是一個好人 我一再強調他是一個好人 我覺得他是好人 我覺得他是好人 我相信他 不是一個 evil person 但我不認為他合適做特首 那是所有 我不是攻擊他個人 但我看不過眼的 就是這種壟斷言論式 批鬥文革式 我就是最不喜歡這件事 一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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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 3.26日結果 你和我都沒有直接權力去參與 我們其實只是在吃花生評論 大家都好像在看一部電影 但我連看一部電影 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這個人做得不太好 我都被人罵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問題 為何言論霸權 他罵你 他會說我這也是言論自由 然後說到只有這樣才是 最有機會能夠抵抗這個 中央 我剛才說了 3個都是這樣 你怎樣 3個都是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可能性 還有 現在所有的主流傳媒和網媒 都支持同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說 從來沒有那麼統一過 背後有多少機器在發動 多少錢在支持 這個債 連本帶利是誰玩 香港人玩 太多利益在後面 連施永青都走出來支持 你就知道有事了 施永青是什麼人來的 請介紹一下施永青 施永青 我不是很清楚地產老 地產老 就是了 支持什麼 領展上市 所以 為何你們這麼容易 我聽過人說 做老闆的人寫 article 都算是說一句人話 有時候可以 其實關鍵時候說人話 是很容易的 你知道難是難在什麼 是由頭到尾都說人話 這個才難 我現在突然走去轉台 支持薯片 我一定好很多 不會被人罵得這麼行 然後那些post會多 很多人like 不用被人插得這麼爆 那是有什麼意思 是的 但如果我連這樣的吉思 我都沒有 你真的不要聽我說話 我絕對是一個賤人 如果我是支持薯片的話 我陪別人在網上打飛機 我為什麼今天上來你家做節目 是不是 你說得少話 我是有我的想法 我是有我的opinion 那我就說 但我的問題就是 例如你今晚叫我上來 我已經跟你說 我昨晚已經跟你說 今晚上來你要說這些 因為昨晚應該上去 但我昨晚病 上不到 今晚上來講 我也跟你說 喂 慘了 女王 我想我跟你一定是 是狂給別人什麼的了 不是 我狂給別人屌 我不看網絡 不是 我不敢看留言 所以這樣 我告訴你 YouTube那些留言 你不用罵我 因為我不看 我直接不看 因為我覺得很悲哀的地方就是 我有我支持 關你春事嗎 是不是 為什麼你要反對我去支持 我又不是損毀 是啊 我說過一句話 我真的人微現輕 如果我們這樣錄一集節目 胡官突然會民望高 或者薯片民望會低 我也很厲害 不用怕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說一下也不行嗎 大哥 說一下而已 我覺得很簡單 那個邏輯在我心目中 我會覺得 香港制度有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的制度 在哪裡定的呢 在法律 我們法律的基石是什麼呢 基本法 基本法 賦予了我們很多 很多基本的權力 我們本身當然 我們有我們的普通法 我們有很多 我們的Ordinances 也是英治時代 已經定下來 之後立法會有修改 也在97年內立了很多不同的法 我們每一樣 我們可以做 不可以做 我們有的權力 都是法律賦予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 胡官他路人家 在論壇上 他講得 我覺得未必是表達得最好 或者具體 就是他經常說法治那件事 我是拜 可能因為我前度法律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今時今日 香港人 認為一個人出現 可以改變一切 或者救到一切 或者改變到 東西 其實是 信教 對 其實是信教 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人出來 他說可以改變 你相信他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你也要首先聽聽他講 他會改變什麼 才可以 今晚的論壇 有一件事 我遲了 我剛才顧著吃東西 才有空去聽 他們問到 譬如問教育 教育資助 香港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有 贏在社貞錢 很多學童自殺 很多時候都是講社會的氣氛 氛圍 價值觀 亦都是 資源 老師的質素 課程 其實到頭來 一件事都是錢 我聽他們三個說話 好像是胡寬說 胡寬說 胡寬說 我們GDP的3.4% 加到5.5% 對 要加到4.5% 4.5% 他給了一些數據 就說 我們會投放多些資源 當然你可以問 資源 我預算大了 是否代表使用得對 到時 你可以去監察政府 但是預算 一定要有一定的概念 林鄭說 我有50億的經常性開支 雖然我不喜歡她 但我也覺得OK 你再給我一個數字 我起碼有些渣渣聽這件事 曾俊華 我只聽了一大堆事情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培養這些學童 他們的未來 以及國際趨勢 我想問一下 國際趨勢是什麼 國際教育趨勢 現在是有trend嗎 你說英美的趨勢 日本 還是日本的趨勢 亞洲其他方的趨勢 北韓 中東的趨勢 如果國際趨勢 不要讓女人讀書 不要讓女人讀書 不是啊 6歲的趨勢就要握槍 我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支持他的時候 你們不可以忠肯一點 去聽他說的話 其實是很疑患似真 很smokes and mirrors 變魔術 很沒有具體性的東西 我聽完是覺得一夠魂 可能你是覺得 聽完I feel good 我覺得好 你感覺很好 難怪這樣人看AV 但在我的認知中 政治 頭一個印象 你看到人有時候是真的 你看到他的樣子 都不開胃 你是不想選他 但當你看到他的樣子 是不錯的 你要聽他講什麼 但問題就是 你作為一個有質素的人 你也要聽他講什麼 是不是言之有物 對不對 我不是說聽完就覺得很好聽 我覺得很有希望 我覺得香港 他選了我覺得氣氛會很不同 有什麼用 所以就說 那個陰謀論就是 弄了一個稻草人出來 你只要說一些說話 是好聽的 是sound bite 就夠 因為現在香港的壓力煲 你只要有一點點釋放 你也會覺得舒服很多 是 譬如我的腳現在很痛 我戴過石膏帽 或者有個東西 崩帶綁一綁 吃個止痛藥 我已經覺得 Life is good 這樣 但其實都還在痛 只不過是由很痛 變得沒那麼痛 但我是覺得這樣也不夠 我要根治 我要傳遇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要這個人為香港 作出真正的改變 從制度 從我們的法治去捍衛這個制度 令到他可以繼續 很smooth地去運作 但這個人在選舉之前 都不會給我一些具體的 我聽到 那為什麼我要信任這個人呢 這個是我一直看 這麼多星期看的問題 譬如說那段片 有些人會看到眼濕濕 我看到這半年 香港撕裂那段片 很多人移民 對很多人移民 我真的不想看到 有人再移民 那類的事情 問題就是 香港人說 他們是很務實 我們要做實事 做實事 不如你坐下 聽聽聽 究竟有什麼實際可以做 但為什麼突然去到 曾俊華這個位置 因為你覺得他有希望 你不喜歡林鄭 你會拋開所有 那些無實的事情 所有的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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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數據 所有說得出的理據 而是聽他說一些 我覺得十分之虛無飄渺的事情 因為 香港人不想想想 香港人不想思索 當你真的比較起來的時候 我也說 大哥 可以沒有了一萬三千間房子 是 一萬四千 一萬四千 一萬三 一萬四千 一萬三千 一萬四千 跟著今時今日 沒有人需要負責 是 大家想著 除了這個六八九下台 整件事就煙燒雲散 沒得這樣的 我連要找一個人 我想問你 我說他得罪 大家介意我都要說 因為這樣才會倒獄 如果隔壁的人被殺了 是 一個homicide 一個murder 他殺 他殺 可不可以到最後 沒有人出來負責 這個case可不可以gold code 即是變了懸案 不要緊 那個兇手不會再犯案 是那一次 你剛好不幸 Wong person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所以 事情過了就算了 你願不願意 如果是你身邊的人被殺 你願不願意聽到警察跟你說 沒所謂的 過了就算 沒得過了就算了 大哥 Get to the fucking bottom of it Why 為甚麼 為甚麼會沒有了 萬三間屋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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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胡菇有三筆 就是這個 他們倆常常加球 加加連球都不見了 加加連球都不見了 這個好姐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對 那個球真的去了哪裡 所以你只要想回人命 那樣東西 你就笑不出 因為剛剛 真的 早兩天 有一個人 劏房戶 他去跟爭執 關於費用問題的時候 他被襲擊 然後送院 證實不止 因為住而無命 香港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然後 就是 其實對於所有的事情 我們有一個說法 我們的節目差不多遠了 大家已經聽到很累了 我知道 我們都未講佛的那些 我講這裡一點 就是 謊話怕計數 OK 是 無論 那個人 多麼延遲 多麼漂亮 蝕燦蓮花 多麼變才無量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說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 be validated by actual figures 是的 你要知道 整件事 算不算數 對不對 好嗎 好嗎 第二件事 共產黨最怕什麼 怕法官 嗯 因為為什麼 林鄭夠膽死 你呢 說 我們要依法行事 哎喲 你上來了 你 嗯 這個是我的小孩子 介紹給大家 Hello 他叫做Paris Lee 是的 這樣 就是 我講到哪裡 看到我的兒子都忘記了 是的 那些媽媽就是這樣 你說林鄭 是的 林鄭 可以 林鄭是什麼 是嗎 糟了 我也是被你的貓 distract了 是啊 怎麼了 怎麼那條美好像髒了 不是 遮到 遮到 林鄭 哦 林鄭說要依法 這樣 依照這個831框架 必須要依法的 這個時候 胡官走出來 只有一句 就說我是法官 我最熟悉基本法 831三個字 是沒有寫在基本法上 是啊 就是 什麼是僭建 沒錯 所以對於這些宣傳機器猛烈的攻勢 或者是 有人跟你講些什麼 包括你自己生起的念頭 OK 我接下來幾集都隨時會說話 還有呢 我會找另外一個嘉賓 會上鏡的 但是不上心悅目的 其實Jolina很上心悅目的 但是他不肯上鏡 那就會講這個 太誇張了 講密宗 是的 下一集 但是呢 我要講的就是 對於你想到的東西 對於你聽到的東西 對於所有東西 問一件事 Is it true? 第一個問題 Ask yourself Is it true? Is it true? 是否真 OK 通常第一個反應都是 是真 Can you absolutely know It's true? 是否100% 絕對肯定是真實的? 這個時候通常就會怯 因為你開始把你的念頭拆開 你拆開的時候 然後呢 你就要分析背後 他的理據 到底 為什麼 譬如 Hate a lie 他覺得猶太人是低等 是 Is it true? 他就說yes Can you absolutely know It's true? 那你就要去支持自己 你就要說 為什麼他是低等 然後呢 他就會說 因為他們髒 他們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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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OK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問 德國人是否免財 德國人有沒有參與 萬惡的金融銀行體制 德國人有沒有放棄你 照問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檢查別人說的話 你要檢查自己想到的東西 尤其是別人對比你 要你相信的東西 就是那些網台KOL 主流傳媒 什麼都好 是不是真的 檢查 所以不要性別歧視 我看到有些人留言 是性別歧視 什麼女人感情用事 女人沒有邏輯 那些 我不認同 我不認為我沒有邏輯 我是善互念 OK 即是我很清楚我在想什麼 我很清楚 我是要探索 而不是當有一樣東西 在這個念頭出現的時候 你就即時去信了 那個東西就是真的 OK 好了 今天時間 而且我想說的是 香港人呢 今次拿這個 自己冒選票的選舉 去做一個exercise 去真的去聽聽所有的 如果你有時間去like 薯片的post 或者林鄭的post 或者胡官的post 你真的看他們說過什麼 看他們的論壇 看他們做過什麼 才去想一下 究竟你支持他們的理據 是不是 不是呀 你能不能說服自己 而不是說不要問自己 要信 我選了一個 我就買定離手 就是支持她 現在不是買張 飛入紅館看演唱會 還有你這個point很好 就是說 喂 他們跟你說 林鄭一定當選的了 Is it true? 是呀 Can you absolutely know its true? 但是他會跟你說 就像我今天過來的時候 的士大哥說 他就 但是是這樣的 就是 中央說 說就是 這樣 中央是怎樣 你知道嗎 中央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是這樣的 其實未到下星期日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要反規 你和我都不知道 你要反規 你要問 你不要照單傳收 如果你照單傳收 可以的 那你不如待著 對不對 所以 Please examine 宗教信仰可不可以 examine 可以 佛教是可以examine 有機會我會說 因為你要examine 是很多東西 其實佛教絕對 不是叫你只要信 不要問 是叫你要問 要觀察 要實踐 要嘗試 才知道自己最適合的是什麼 所以 為何佛教有這麼多法門 八萬四千法門 有這麼多不同的宗派 原因就是 要你體驗 要你嘗試 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好了 你不要妨礙媽媽說話 OK 怎麼了 他好像黏著 我以為是蜘蛛 不是啦 是嗎 你要抱抱而已 是嗎 哎呦 我們都死了 OK Jolen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我們遇到你 禁聲不禁話 好嗎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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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會是次官 Jolene和我 禁聲不禁話 下一集 大家就會見到次官 回來香港 次官回來香港 我們就有機會 找到一些很厲害的嘉賓上來 好不好 大家幫忙訂閱YouTube 很重要 謝謝你 拜拜 拜拜